我们把所有的禁案 家暴的禁案都分 低、中、高、致命危险 用一个量表来区隔出来 由被害人填 那这个时候呢 被害人填出那个量表 就是食物体的量表 要分六、七分中危险 以下低、以上高危险 那高危险的就是他的 警察跟社工的服务密度 就要增加 高危险的就一个月 要访到一次 不管是电话还是亲访 然后中危险的就是两个月 低危险的就是三个月去访试一次 那像这样子就有可能 把现有的人力做更有效的安排 高危险高密度介入 低危险的低密度介入 让这个高危险的 能够有得到更完整的服务 然后大家也能够看到危机 错过这个危机 再加上更紧密的服务 再加上各部会 各局处的开会每月的讨论 然后可以把这些暗量更严谨的看待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达到更完善的服务 当时的构想就是这样来的 在93年那个8月的时候 我就前队政府说要不要考虑 那明年让我们来嘉义县市示范这个方案 我想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我们当时也看到 在整个这样子的高密度介入之后 我们越能够了解 个案应该要怎么样服务 尤其在高危险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做到位 它真的需要是哪一块的服务 我们不只到位 而且还顾到安全 我们让所有的家暴案件失控 大量降低 而且都知道各部会可以做什么 那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想法 那他们可以报名来参加 就让他们出国去看看 那所以说那时候就激起了好多个县市 然后只塞五个县市 98年五个县市 99年十个县市在鼓励师范 全国是一百年开办 那我个人很高兴的是 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我竟然看到全国也降低了 家暴安全防护网这个方案 其实它的整个理念 是非常单纯而明确 就是八个字 人命关天安全第一 那尤其在台湾现在 家暴防治的资源 这么有限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如何把有限的资源 集中在先拯救生命 我们确保我们的受暴妇女 我们的家庭暴力的被害人 她不要有这个生命危险 这样的一个疑虑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维底下 就有了家暴安全防护网的这个方案 那从2013年的资料显示 在过去一年 全台湾各县市 总共开了462次的 家暴安全防护网的高危机个案网络会议 那参加的人有多少呢 有13436人次 那从我们的研究里面看到 每一次的会议大概平均要开到3.22小时 光是坐在那里开会 这个时间的这个人力的成本就相当的可观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比较常碰到的挑战 就是劳师动众 那第二个呢 是责任加重 那在过去呢 我们在家暴防治的网络里面的工作方法 其实面临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网络成员坦白说是不太习惯 人身安全本来就是警政的职长 那也是警察的专业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很希望警察可以多担一点责任 因为我们的第一线伙伴流动率很快 那但是如果他对家暴安全防护网这个方案认识不清楚 会有误解 他就会很抗拒 那这个方案就做不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训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跟他们一起开高危机个案网络会议 那在这个会议当中 虽然学者专家是客亲 但是他们的经验 那他们比较超然的地位 所以这样子在这个当中就巧妙地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学者专家不辞心脑去陪伴我们的县市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 因为我们中央的工作人员有陪同外都一起到现场 所以他们对于各县市的执行的状况 在操作当中的问题碰到的困难 都有充分的掌握 那这样的一些资讯就可以回馈回来 我们就可以随时去修正这个计划 所以我觉得外都制度是家暴安全防护网 我觉得能够做出一个规模 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设计 那家暴委员会也不断地持续地 做有关于这个方案的评估 那这个方案的评估就有帮助于 把这个研究的结果 一方面是回馈回来 让这个方案更精致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结果也给大家很大的一个鼓励 比方说我们在做家暴安全防护网的成效评估 那我们就发现到 绝大多数的一线工作者虽然有抱怨 但是基本上他们是肯定这样的一个方案 家暴安全网给了我们的家暴被害人 一双隐形的翅膀 那他们会跟我们分享说 过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自从你们来帮忙之后呢 第一个我变得更有力量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关心我 担心我 在帮助我 所以我要更努力 那第二个是他们从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 他知道万一 万一那个家暴人又要对我不利的时候 那这种时候他知道他要找谁 所以他们就很快的会去跟警察联络 那另外一方面是防治网络 那大家知道家暴本来就是要靠网络成员之间 密切的合作无间 没有任何的一个专业 任何一个机关或机构 可以来独立的处理我们家暴被害人的问题 那这一点我就看到了 我们的网络因为家暴安全防护网不断的操兵 他们变得更紧密 网络之间的合作就更密切 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家暴防治体系的体质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方案一定要能够真正去保障到我们的被害人 家暴人不要再去施虐 那怎么样能够让他不要再施虐 那其行可租其情可命 他可能有需要被帮助的地方 所以我们相对人的辅导一定要进来 我们一定要去发展更丰富的方案 更有效能的方案 来帮助相对人 那另外一方面是 我给你帮助之外 但是国有国法 当你持续的违反保护令 或持续的对另外一个人造成伤害的时候 抱歉我刚性的刑事司法体系 我的预防性羁押 我的这些策略我就要出来 保障个人免于恐惧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它应该从一个边缘议题 变成一个核心议题 我觉得就一起创造了一个很可贵的台湾经验 那我们也在家暴安全防护网当中 我觉得我们建立了革命感情 那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去保护某一个人 或某一个家庭的最起码 最根本的人生安全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 我现在在家装的最后